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兩個等差數類 我假設第一個等差數類首相是A1 公差是D1 他有這個公式 第二個等差數類首相是B1 公差是D2 有這個公式 他說DN項的比 第一個等差數類的DN項 比上D2等差數類的DN項 他的比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有你求前23項合的比 我們先來看 我把這個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個是A1 加上M1D1 B1 加上M1D2 對於所有的N 他都成立 所以的話 這個是D1N 加上多少呢 A1 減掉多少呢 D1 這個是D2N 加上B1 減掉這個D2 對於所有的N 這個都成立 那這個都成立的話 那我就對應它的係數 那這個頂多什麼呢 這個數類的話 它頂多什麼呢 頂多只差一個常數 那因為它底下問的話 是什麼 是兩個數類的核的比 所以它那個比也會消掉 所以我就直接給它對應係數 D1的話 是等於2 D1等於2 A1-D1 是等於3 A1-D1 等於3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說什麼呢 說A1等於多少 A1等於5 A1等於5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D2等於6 D2等於6 然後B1 A1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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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等於6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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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等於5,D1等於3,D1等於2,B1等於10,D2等於6 那我把它帶進來,我們現在來看看Sn 我們知道Sn等於2分子N,2A1加上N1D 第一個數列的核,等差數列的核,叫SEn 那這就是A1,那這就是D1 然後S2n,第二個數列,2分子N 2B1加上N1D2 然後這一筆,第一個數列的核,前N項核的筆 這我就說Fn好了,給它一個名字,這樣比較好寫 除下來的話,這個等於多少 2A1,A1現在等於多少,等於5 加上N1D1,D1是2 然後再來呢,2V2 V1是10,加上N1D2,D2是6 好,那現在代多少,N代23 那就把它帶進來 這是10加多少 23-22乘以2 這20加上多少呢 這是22乘以6 所以這個多少,上面是54 44加10 54,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20 6、22、12 是1 6、22、13 1、3、2 這是1、5、2 1、5、2 1、5、2 然後約掉2 2 2、2、7、4 2 2、7、14 2、2、6、12 所以是27比上76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 27比76 2、4 4、4 4、5、3 4、5、3 5、6、5、7、4 4、5、7、8 5、8、8